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就算我的人也要保护你 世界的世界我和你 我和你 看这小时刻我们的相互 一天一天的过去 我想我再也不能不能够放弃你 时间的过去 我们的故事变成永恒的传说 你说不想离开我 那我就紧紧的放手 我只能做过 未来每天都要保护你 时许爱会无法呼吸 就任我来为你哭泣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哥 如果你要上去找學姐 至少也先讓我打個電話 給學姐 好不好 對不起 為什麼要說對不起 我知道我喜歡女生 一定讓妳很難過 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想跟大家一樣 但我就是和大家都不一樣 不要 妳說 妳希望我怎麼做 我猜妳現在一定很氣我 都是我的錯 我 我只希望哥 妳不要難過 妳要來 我大概也猜得出來是為什麼 但有句話我現在一定要說 這次 我體會到的 不愛或是愛 兩個都需要勇氣 而這兩種勇氣 我現在都有 哥 我真的不希望妳去找學姐 莫丞翰已經經歷過一次了 結果他很傷心 也很受傷 學姐也很傷心 很受傷 我不希望再因為我 讓哥也受傷 學姐也在受傷 我是妳親哥哥 管妳是我的義務 哥 從小到大 我最聽的就是你 有一個妳這麼好的哥哥 我真的很珍惜 真的 如果 妳不希望我跟學姐交往 我願意接受 但是我拜託妳 讓我跟學姐見最後一面 好好的道別 我保證 我之後再也不會跟學姐 有任何的來往了 真的 回到家後 我會繼續當大家的小妹 繼續當那個原來 乖乖的陪憂心 我給妳兩個小時 謝謝哥 我知道了 哪兒 走 以後跟學姐出去 最晚十點到家 談戀愛可以 但像妳這樣偷偷跑出去約會 我就是不同意 我不管妳 誰管妳 手機給我 我會幫你裝一個APP 這樣子 以後我就可以 隨時隨意的找得到你 下次再敲家 你就競逐我 哥 怎樣 嫌我管太多 我 哭什麼 我這一次被妳搞得七雙八下 哭得應該是我 我都沒哭了 妳還哭 哥 謝謝你 我 我真的真的很愛你 好了 不哭了 你永遠都是那個 乖乖的憂心 沒有分以前的還是現在的 都一樣 你就好好談你的戀愛 爸媽那邊 找到適合的時候 我們再一起跟她們說 好不好 我 真的 所以哥接受了 真的 我好感動 我覺得我好幸福 有個這麼關心我 這麼疼愛我的哥哥 姐 我的意思是說 哥哥都一樣關心我 一樣疼愛我們 只是我比較內向一點 所以他會比較擔心 說這些幹嘛 不只哥 連我也是最疼妳的 我知道 謝謝你們 謝什麼謝 我們是好姐妹 姐 我好愛妳 好了 這句話我今晚都不知道聽過幾次了 但我怕妳會忘記 所以我要一直說 好愛妳 好 妳說得好像我記憶力很差一樣 不管妳了 我去睡覺了 好 姐 晚安 晚安 好夢 比較忙喔 等一下 小聲 可以嗎 妳 不只又欣 我自己也好開心 擁有這樣的家人 真討幸福 一 二 三 一 二 回來了 一 二 一個人在美國的時候 支撐我的是你們 妳在美國到底闊了什麼話 讓我勇敢回家 面對自己錯誤 那就請你讓我看到妳的執著 不要再讓爸媽擔心了 知道會無條件 包容我的也是你們 哥的包容接納 只是第一步 可是我對爸媽有信心 因為他們比我跟哥更愛妳 哥跟姐 也沒辦法幫妳擋住 外面所有的壞人 可是 可是只要妳回家 一定給妳最深最深的擁抱 姐 也要謝謝妳 是妳教會我愛情這門客 讓我更懂得珍惜身邊所有的人 都幾點了 誰還在辦一條鬧鐘 我還在辦一條鬧鐘 六點了 裴又婷 妳竟然一整夜都沒睡 天啊 剩半小時能睡 從美國回來 連時差都沒有失眠過 現在竟然為了裴又欣 開心到整夜睡不著 裴又婷 真的很有事 先來試坐一下 先來試坐一下 好 鄭經理 這麼早就有千辛一致 在這邊整理打掃 未來要做的位子 先提前照顧一下 好 倒是你 怎麼有閒情一致來業務過 上班應該到開發部去 來這邊來敘舊 以後不用特意敘舊了 接下來我們會隨時隨地 密切的合作 什麼意思 你要調理到我的助理 很好 來 來 鄭先生 你這是在做什麼 不瞞您說 接下來 我會坐在這個位置 你 你坐這個位置 怎麼樣 早 正希哥 你怎麼會在這裡 從今天起 我將接任一無不負離 對 鄭先生 你告訴我 你將接任業務不負離 那什麼時候發我這個命令 這 從昨天下午 吊子丁就已經生效了 來 來 打掃 什麼話 各位 我回來了 奇怪 Joe 你不是說那個位置非你莫屬嗎 裴正希接任業務不負 莫洆湞繼續留在開發部 這果然就是一個要接班的節奏 不過 不過 接這個班有意義嗎 不會就是 小集一間空殼公司嗎 請進 副總 不好意思 艾琳 現在有空 可以跟你們聊兩句嗎 副總 我知道你一直對我照顧有加 我做業務一部經理的事 也是你在董事長面前 替我說了不少好話 謝謝副總 這沒有什麼好謝的 你是資深前輩 再怎麼輪都應該要輪到你了 副總 您這話裡是說 我空有自立 但是沒有能力嗎 你有沒有能力 我會不清楚嗎 謝謝副總的肯定 可是副總 你越是這樣 這樣講 我越覺得對不起您 怎麼說 我知道 你把我調到這個業務 我是希望我能夠往上爬 爬到業務不負理的位置 可是我能力不夠 我努力得不夠快 現在這個位置 被裴正希給搶走了 我 沒關係 這間公司以後位置會很多 到時候你想要坐哪裡 你就可以坐哪裡 位置會很多 副總 你的話太高深了 我不懂 那我就提前跟妳講好了 近期之內我就會離職 妳 所以到時候這個位置就會空出來 妳可得要好好地把握 副總 我們不能沒有妳的帶領 妳 妳如果要去什麼 好的地方發展 記得帶上小的我 我就老實跟妳說了 就算妳位子空下來了 也輪不到我 現在裴正希都爬到我頭上了 所以有什麼好發展 帶上我 我的確是打算要帶著 整個團隊離開 集體離職 感謝副總 這麼照顧我 這麼提醒我 謝謝副總 但是我的計畫裡面 沒有妳 抱歉 為什麼 為什麼 副總 我對你忠心耿耿 你要說的話 我通通都很明白 但你要想 你是這間公司裡面的老陳 我如果把你帶走了 那這間公司怎麼辦 我總是要有一點點情意 我不能夠就這樣 趕進殺局吧 我總是要有一點點情意 我懂了 副總 謝謝 妳果然有情有意 我沒別的事了 那我先離開了 對 加油 到時候所有的位置都是妳 我們借過 對 總之 碳酸泉洗髮就是幫頭皮去角質 這樣子 其他的保養才會更有功效 那這樣 對於碳酸泉洗髮水療 有沒有更親也不是認識了 接下來 我希望你們能夠跟惡部的人 到直營店去聽聽 顧客食用的回饋 你們要知道 我們業務部一天到晚 在賣別人的東西 夏成自身不用說了 曉薇 浪漫 你們有用過嗎 你以前有要求我們要試用每樣產品 這樣才會知道 產品的優缺點在哪 我也是 試用產品是我對這份工作 唯一享受的地方 你也太坦白了吧 很好 但是除了試用之外 我更希望 你們能夠直接到直營店去 聽聽顧客的直接反應 這叫臨場感 你們有沒有問過 髮廊他們最愛的產品是什麼 動靈護髮 雙腹離子吹風機 難不成是碳酸泉水療 你是用猜的還是真的知道 怎麼可能是碳酸泉 數據會說話 單純來洗髮的客人 也沒有因為碳酸泉洗髮的爭奪 沒有 數據常常只是表現 你們要了解 許多服務都包含洗髮 你們有沒有到髮廊 去聽聽顧客跟髮型師 他們聊天的內容 像我 就有聽好多的客人在說 為什麼洗完頭髮之後 頭髮可以這麼滑順 而且還精在碳酸泉的功效 裁副理你也會去紫營店 之前跟開發部合作的時候 我常跑 所以我希望以後 如果我沒有空 就要多關心一下 整體營業的增加 最主要的原因 其實是客戶 喜歡碳酸泉洗髮的功效 不管是減髮 染髮 燙髮 客人最期待的 是最後的洗髮 對我來說 客戶算是我的顧客 但是被我管的下屬 也是另外一種顧客 所以 了解你們的需求 也算是我的工作之一 例如 有沒有對工作上的不滿 甚至於想要產生 離職的內容 我在公司 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對象 真的滿困擾我的 這個問題 我目前暫時無法處理 心跳過 你們呢 我沒事 都沒事 沒事的話 為什麼我有聽說 你們想要離職的事 你們要離職 怎麼都沒跟我講 說吧 副總的事我都知道了 其實是副總開出不錯的條件 要我們離職 就我所知 離職的真正原因 通常跟薪資待遇 沒有太大的關係 說實話 我沒有辦法 跟正經理共識 我也是 他的東西不是我要學的 可是現在陪副理調回來了 說真的 我願意重新考慮離職的事 滿好的 那笑聲呢 我 我 可能沒有辦法 因為跟正經理相處 我壓力真的很大 跟我相處壓力大 拜託 我跟你們年輕女生相處 才覺得壓力大 正經理 你來得正好 有什麼誤會 一併處理 沒什麼好處理的 沒什麼好說的 經理 對不起 我剛剛講的話 你剛剛講的話 都對 我在這邊 跟大家坦白了 我的個性 我這是改不了的 我也沒打算改 不過 有什麼不滿 大家說開來 都可以說 直接跟我說 頂撞我都沒關係 曾經理 你不是說要找我鄭大哥 鄭大哥 你 怪怪的 不太一樣了 今天 我決定了 以後我們相處 就直來直往的 以前我覺得 女人難搞 現在我才發現 男人更難搞 夏生 之前有讓你不舒服的地方 本人在這邊 跟妳道歉 對不起 不舒服的地方 會不會 沒有 不舒服的地方 會不會 Zahl 不舒服的地方 還有 一路 請 吉利 這 要 不會 這 還 是 有 有 它 不 是 有 有 小聲 之前有讓妳不舒服的地方 本人在這邊 跟妳道歉 對不起 小聲 鄭大哥這樣子 妳還願意重新考慮嗎 謝謝 正希 我先說清楚 雖然妳現在是我的上司 但是我不會拍那麼個屁 以後我誰的馬給你五度拍 沒問題 鄭大哥 我們公事公辦 漂亮 裴副理 我準備好了 總經理 您來視察 您早點說的話 小的可以幫你打理好 有什麼事情要小一半的嗎 伊莉 你猜得到 為什麼裴副理 約我們留下來一遍 月潭嗎 剛剛協任副理 應該是要確認工作狀況吧 兩天久了嗎 什麼連總經理都來了 沒有耽誤到你們吧 不會 有什麼事情 比副理月潭重要 只是還要叫總經理 先坐吧 廢話我就不說了 廢話我就不說了 我跟總經理來 就是想要瞭解兩位離職的事 我知道洪行遠那邊 給你們翻倍的待遇 我其實很想慰留你們 但是硬要給你們加薪 一是再怎麼加 我想也比不上洪行遠開的條件 而且 二是我們不能讓公司其他人 認為會鬧的人才有堂食 我們沒有這個意思 我知道 所以我沒有想要勉強你們 沒有 勉強你們留下來 就把他 那是 我希望你們可以共提時間 總經理跟我 都沒有想要阻擋你們 只是有一個請求 可否請兩位前輩 再和新人交接完之後 再立志 講前輩太客氣了 仁彥一點 你們是目前業務部最資深的 仁彥你現在已經是 直銀店的專員了 一點我就不用說了 一堆女店長都是你的粉絲 我們管理直銀店 也要謝謝 副理之前的推薦 如果不想欠我這個人情 拜託了 交接婚再走 總經理都來親自拜託了 這種小事我沒問題 我也是 對 散買賣不散交情 以後回來 我再帶你們一起打球 不過仁彥 你以後不用拍馬屁了 你跟我一對 但是不能放水 是 還有一點 你也不准學那個洪欣雲 一堆小動作 要是再讓我受傷 你試試看 你可以再用看看 我阿嬤的鐵打藥 好了 話講開就沒事了 你們去忙吧 謝謝貴人 正希哥 為什麼我不會留他們 留人要先留心 像仁彥 同期爬到頭上 想離職是正常的 再說 我們條件開不出來 何必勉強 我瞭解了 至少爭取到了緩衝的時間 能多學就趕快學 但我真正希望你能夠學到的 不是這個 以退為進只是手段 最重要的 是要讓對方感受到我們的誠意 還有對這段緣分的珍惜 其實跟他們談之前 我都心裡見識好了 我不想勉強他們 他們兩個都是我帶出來的 我就像哥哥一樣 看到弟弟們有更好的發展 我是真心的替他們高興 我了解了 謝謝正希哥 我剛剛真的有感受到 你把同事當家人一樣看待 你以後也是大家長 心胸要更寬大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凡事盡理而為 凡事盡理而為 你說剛剛陪副理 約談你們 他知道我們兩個要理智 他也知道我跟曉飛要走 他怎麼會知道我們的事 你們很過分 都不跟我說 我 慢 很簡單 你跟你舅算是國王的人馬 你覺得副總會拉你們 一起跳草嗎 虧我舅還說要跟對派系 他根本就是 就是 自作多情 剩一廂情願吧 這麼熱鬧 這麼熱鬧 花姐大家都在 花姐 好巧 我的奶茶有新配方 你們要不要試試看 我要 我在這裡工作這麼久 一直能喝到花花姐的奶茶 我當然要 我也想喝 有奶茶喝在嗎 不過我不能喝太多 我也怕 給你們看 這些包裝紙可不可憐 為什麼包裝紙會可憐 這本來漂漂亮亮的一張紙 為了包裝這個茶杯 讓這個茶杯更抬高它的身價 它被利用了 這個茶杯是可以重複使用 甚至好的茶杯是可以收藏的 但是 這些被拆下來的包裝紙 你們幹嘛 丟掉 就跟你們一樣 花姐的意思是 有些人 並不是真的需要你們 他只是想要利用你們 抬高他自己的身價 等到目的達到 事情結束以後 你們就像這一些包裝紙 奶茶很多 多喝一點 喝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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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剛剛花花姐說的某人是誰 你說還會有誰 不對 為什麼花花姐會知道我們的事 好煩 我真的受不了這個 疊對疊的氣氛了 這就是辦公室政治 好像漠漠漠 永遠都不會有這種煩惱 你們幹嘛這樣看著我 這裡有一湖 我才喝一杯而已 怎麼可能還爬上來吹風 我就知道 什麼那麼拚 沒關係 對了 我已經請人士是 對外招募業務人員了 開發部手上的專案 也告一個段落了 隨時都可以回業務部 坐交接 孝心跟曉薇 願意再考慮 仁彥跟怡婷 已經請告答應回待到交接 太好了 這樣子的話 他還可以幫我們 爭取一點時間 我也有問立揚了 他怎麼說 他沒有正面回答我 不是姐弟嗎 果然只認真為不知心 怕什麼 妳現在這麼多危機 我不會也這樣扛下來了 不過你有沒有覺得 董事長一公佈 維銘的人事命令之後 他自己就跑去運用賽 感覺很怪 我之前也在擔心這一刻 還料到洪行遠真的出招 之前也當面跟董事長說過 維銘現在不適合當總經理 一套的專長 應該留在開房 對吧 那董事長呢 他怎麼說 他密有難色的說 所有事情 都只能交由母后來決定 其實我們現在能幫的 都是表面 如果真的要讓維銘 能夠開開心心的留在職場 應該要先搞定她的母后 對 不對 接下來我們也是 公司的合夥人了 如果我們這樣干預董事 就想接班 好像會變成大忌 你看吧 我說得沒錯吧 你去當合夥人 我來當你的小助手 有什麼話我來幫你說 太后是大象 大象是老虎 老虎就是董事長 你是貓 我是老鼠 老鼠搞定大象 什麼事都方便多了 是 是 原本只想要將小助手 卻變成副理的裴正希 你才知道我是人有多大 你以為我喜歡當老鼠 還不是因為你 你幹嘛這樣說 你不是跟我講說 你喜歡被我吃定嗎 我是貓吃了老鼠 也是 不過這一次看你這樣子 真的很替你高興 因為我發現 你好像接任副理之後 變得很積極 都火燒屁股了還不積極 才不是這樣 我是真的覺得 你現在很享受 你現在的工作 太好了 副理是你自己想要的位置 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 你這一次終於不是為了我 而是為了你自己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棒 值得獎勵 妳要獎勵我嗎 對 你想要吃大餐還是看電影 我要請客 都不喜歡 都不喜歡 那我們去山上看夜景 也不要 那你要什麼 好冷 現在發現我的手好乾 都沒有人幫我擦乳液 開玩笑 我還真有帶乳液 手給我 另外一隻手給我 還有這邊 這邊也好乾 你真的很麻煩 裴正希 等一下 可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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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緊 那妳要什麼 不要鬧 這裡是上班的地方 要是被別人看到的怎麼辦 等這一次危機處理完畢 我要趕快跟所有人宣告 我們正式的在一起 你那麼急幹嘛 我都等了33年了 接下來 我要在任何地方 光明正大地放閃 就像這樣 謝謝 我要的獎勵 是這個 在上班的地方做這種事 好像真的比較緊張 還是感覺好像有點刺激 有點刺激 真的 真的 那再試一次 好 再一次吧 再一次吧 好 誰不想站出來 被抱 被愛 這次探生學生的教育訓練 你們兩位表現得非常地好 也很謝謝你們衣服的同仁 來我們二部負責的食飲店 來觀摩 謝謝你們 何經理 你 為什麼還可以把心思 放在現在的工作上 按照副總的安排 我們很快就要走了 我想我懂何經理的想法了 畢竟在立志還沒確認之前 我們本來就該把事情做好 做滿 沒錯 這叫責任感 關於離職 我有些事想請教何經理 大企業我也待過 我以為再有潛力的小公司 會比較有發展機會不是嗎 我也是 對於跳槽這件事 我也猶豫了很久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我的答案 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 你不用這麼急著告訴我 我們的決定 畢竟這種事在職場說開不太好 而且我們職場聽你給我們的建議 我不會走的 何經理的意思是 畢竟公司也帶我不保 如果我以這樣的方式來回報公司 我辦不到 更何況公司還有令我牽掛的人 所以我沒有辦法這樣說 我就走了 牽掛的人 是指莫副理嗎 夏生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莫副理 跟裴經理是一對的 小薇 我跟何經理 從之前就是莫副理的下去 一些事情你可能不知道 好 好了 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等一下還要去拜訪幾個客戶 如果你們沒事的話 就想去公司吧 公司見 拜拜 你們小心 莫洆湞 我不能讓我跟洆湞之間 有任何變數進來 我一定要讓我跟洆湞的事情 變成一個既定的事實 所以怎麼樣 你決定來一個生命主城酌飯 先上車後不要 沒禮貌 當然是要先求婚 與回憶為零 是一種寂寞 還是熟悉的笑 可怎麼溫度卻冷淆 可怎麼溫度卻冷淆 靜靜看著你 卻突然晃了心跳 請願更淡淡 不必談得在你眼神藏的安好 誘惑著我只炫耀 閉上雙眼但不可以擁抱 曾經你的呼吸 曾經你的呼吸 就在耳邊 熙熙纏繞把未來都約定 可是下一句 你會說更愛我 還是閃爍不回應 我不要哭著去試探 我不要欲感的答案 明天的我的所有明天 我不要迷幻 如果只是錯誠 是我害怕失去你的不安 請你抱緊我請問我 告訴我怎麼辦 你不會說再見 你不會說再見 我不要說再見